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鬼地方 这么黑 我这是重新得到了 老天保佑 希望不要再遇到那几个疯子了 说好一生一世 永不焚 既然这样 你也不合就放火烧 大爷的救命啊 又读到了 怎么还有股棺材 就算他把月光药死 也该是死在我身上 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这种变态 赶紧留 五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小少年 如今变成一个变态 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 大鸣鼎鼎的顾隔主 如今却要随意地取人信 我不值得你们这么做 既然你们非要杀 你就让我将美好留在现在 拜拜 老年会独到 下辈子别再见 作为一个常年游走于快川世界的资深玩家 每个世界的任务就是 化身成这些男主心中的白月光 一招柔情秘异 斩断情缘 说死就死 看着我死后 他们一个个为我痛彻心扉的模样 对不起 实在是任务 他给的太多了 在我死后 男主们的情感值 各个的叮咛飞跨的人 最后竟然导致雪 所有的世界磁场伟论 合而为一了 合而为一了 我为你要随意去 都这些什么人呢 一个比一个变态 不玩了 赶紧把我送回去啊 姑娘这扫门 如惊雷炸响耳机 如闪电击中心扉 着实令人难忘了 在下温眼秋 不知为何看姑娘的情秘术 是否在哪里见了 没有没有 我们这是第一次见 告辞 搞什么 还有完没完了 用这一张地图了是吧 哪来的笛声啊 灵魂不散 灵魂不散 用来 还好我溜得快 这回应该遇不到那几个变态了吧 没想到这个地方还有个温泉 卧槽 三十六起 总而上起 怎么回事 逃换铃呢 由于男主们偏离了援助故事线 导致视线系统崩溃 所以才一直被回荡 希望青衣能够帮助男主们找回真善美 引领他们走回原本的道路 这样你就能回去了 为了贯彻快春世间爱与河谷里面 我们特地抹出了除了你以外所有人的记忆 接下来 就选告你自己咯 对不起啊找错人了 你长这么帅一看就不是我的亲缘 系统尼亚的这到底是武侠世界还是仙侠世界啊 救命啊 可爱狗说不死 我与公子一见如故 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 糟糕 我这该死的职业所要 趁他们现在不认得我 赶紧完成任务 赶紧完成任务 敢问女侠何人 我不过来晚了些时辰 现在就进去 诶 诶 平僧不知岳山谷也会参加英雄大会 为能安排岳山谷的席位 平僧 这就却为施主准 不妨 趁着足矣 请 顾阁主 你不是说站着就行吗 我们岳山谷没有那么多条条条条条 能做急做 这位兄台 这里好像是我的位置吧 系统你动我玩呢 偏偏把两个最能搞的安排在一起 承蒙各位英雄豪杰赏光降临 玄月令与我少林已有数彩 今日召开比武大会 比武胜出者即可获得玄月令 什么月令啊 这个令你能干嘛 这你懂不懂啊 那你来干嘛的 困吃困喝吗 你他呀还是别说话 武林之宝 玄月令 自五十年前一出现 便引发了江湖城不休不准的正部战 武林各派为之生死相告 死生无数 三年前空智大师以一人之力牛子 将此派收入能够 并举办了这一次武林大会 能说人话吗 意思是谁拿到这个牌子 谁就能为所欲为 那我要是拿到 那位好汉愿上前一世 这一天 Mais 我 那 我 我 那 你 第一天 我 当那 我 承让 小女子不过得了几番广场舞大妈的真传 武林上竟有这好人 老纳说得心服口服 全月令双手奉上 何为广场舞大妈 姓广 明长舞 那大妈回忆 大概就是如空智大师一般的 武学丰富的女中豪杰 给我杀了 为了一个悬月令 有的人连脸都不一样 在下与广姑娘 真是有缘 什么光姑娘 我叫白月光 你给我借好了 原来是光姑娘 依我看 光姑娘 还需将悬月率收好 我不这么好 怕什么 你就这么相信我 白月光在何处 我就是白月光 怎么样 虽然说我武功盖世 但毕竟 你不懂 十十五种 你饿吗 最后一口留给你 怎么我们都淡淡临头了 你还有心情吃饼 就算是死了 也得吃饱了才能上午 我 你要到底怎么喝 你这么吃啊 就是一顿了 出来 我先去探探路 不过回来见你 这鬼地方 哪里才是出口 怎么还没回来 光姑娘 顾阁主 我听闻广姑娘 被歹人所掳 没想到 竟被阁下邪族先登 你找她呀 刚被带走 你没碰见吗 我的如来福祖观音菩萨 他打你关我屁事啊 顾姑姑娘 天这么黑不会有损失吧 别走 等等我 难道我又重新得到了 顾姑娘 你还好吧 我她们还不如死了 我她们还不如死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